Costco 什么都卖 什么都不奇怪 从出生到往生 各种婚丧喜庆的物品应有尽有 婴儿的奶粉、尿布 小孩的书包、篮球 上学时的手机、电脑 出社会后的包包、化妆品 结婚时的钻戒、金条 到发白铁时的棺材 Costco 都有卖 这家奇葩公司是如何 在厮杀激烈的零售业中 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成为零售业的龙头 今天就跟我们一起开箱Costco吧 HELLO 大家好 我们是 V-TAIWAN 欢迎收看这集的投资金股追 我是 Tiffany 每周五分钟为你介绍一间上市公司 偷偷告诉大家 我们在这种股市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机 介绍Costco 是有特别原因的 因为零售行业其实是一个 防御性极强的股票 通常这类型的公司 业绩稳定 盈利能力不受牛熊市的局限 股票波动较小 不像科技股或是能源类股波动这么的大 而零售业贩卖的许多商品 都是消费必需品 较不受景气的大周期影响 而目前因为市场对于经济衰退 是否来临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 在美联储越来越赶进度加息的行动下 经济前景和企业盈利空间都存在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 在经济越是动荡 市场情绪越是不稳定的时候 属于防御类股的零售公司就越能得到市场的偏爱 这是1983年第一家Costco开门的样子 好像和现在没有什么不同对吧 1960年代美国兴起了一种城市蔓延的概念 就是在传统城市边缘兴起了大批的单家庭住宅社区 人口从高密度的市中心搬迁到了这些郊区 所以每周都需要一次大量采购 到了1980年代越来越多名声用品需要仰赖进口 于是Costco就在这样的背景下 诞生了 通常零售业有个最重要的成本就是营运成本 里面包含整个事业部门的营运费用 包括办公室费用、人员薪资 甚至包括各种摊提折旧与贷款利息等等 对于美国这种依靠大量进口的国家来说 其中费用偏高的一项就是产品流动的成本 从港口到各地的仓储点 再从店面到消费者手中 而Costco发展出的最高效模式 就是将仓库当成消费者的购买地点 因此不需要上架的工程 就可以直接让消费者自行拿去 Costco的商业模式强项就在于 把看得到的钱让给供应链及买家 我们去赚其他看不到的钱 Costco的服务让客户觉得他会帮你把关品质 帮消费者压低价格 久而久之客户的黏着度就提高了 因此当Costco每年固定收取会员费用的时候 也代表他开始赚这些一开始看不到的钱了 不过以零售业来看 Costco的毛利率极低 而这些产品的毛利率是怎么订出来的呢 其实对于Costco而言 只要能打平店面租金、人力、水电即可 这个比例每个国家会有一点差异 但不会超过10到14% 基本上就是赚个劳动的基本薪资而已 所以Costco主要的获利来源就是会员费用 其次是商品的销售收入 也会有其他一些例如加油站、卖场餐厅、医疗等附加服务收入 还有一点是Costco也做金融生意 主要包括与大型银行的联名卡等等 Costco的会费定价也是精准计算过的 这个价格区间落在让会员觉得 他在这边购买东西一整年下来 能省下的钱绝对超过这个会费 那他就基本上离不开Costco了 这种商业模式厉害的地方 是因为这个会员年费不会归类在毛利率 而是完完整整的寄入净收入里 那他就不用去跟其他零售业者 去压价竞争那几毛钱的利润 而且Costco不论做什么都走一个精准的路线 不论是客户群众、客户关系、成本结构、品项通路等等 都是有明确的定位 Costco的客户群众一开始是两个目标客群 中小企业和中产消费者 因为商业模式是一间仓储量贩 所以每次客户都是大量进货 因此最一开始的受众也有2B的中小企业 至于中产阶级则是在任何社会体制下都是最大的群体 有一定的消费能力也喜欢精算怎么过生活 对于商家而言 拥有他们就是拥有了市场 甚至到后来几年 Costco还衍生出的新的客群就是代购 因为Costco的商品都以量大出名 所以小家庭的份量或许没办法在保值期内一次性消耗完 所以就有人开始帮忙大家采买后分装 进行小包装的贩售 进而赚取中间的一些价差费用 Costco包装的量也是有讲究的哦 似乎同一品牌的包装都会比平常加勒服或是全联量多一点 比如一般包装两瓶 但是它的包装就是三瓶 因为它想让客户在两瓶用完时 让你可以想到 啊 只剩下一瓶了该补货了 所以客户就会不自觉的再回去购买 另外Costco在维持客户体验跟客户关系这点也做得很好 Costco基本上是没有下广告的 但却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一方面是因为线下实体商场让客户有很好的体验 另一方面则是口碑 Costco的选品观念是 同一类的商品不需要太多元 但必须各个都是优选 第一个优点当然是可以减少上架 库存 评管等成本支出 另外就是可以吸引到供应商提供好的商品在Costco上架 因为能被Costco选上的商品也同时代表了优良的品质保证 品类少则是能够让消费者减少选择困难 消费者的购买力能够更集中 那单次进货量也能够提升 大量的进货就能跟供应商拿到更低的进货价格 Costco还有一个有趣的点是 品牌公信力 虽然一开始Costco做生鲜是为了拉开与其他零售业的差异 但生鲜类其实是一个很挑战品牌公信力的商品 很多台湾人去到Costco必买的商品是牛肉和烤鸡 这类商品就非常考验进货管道跟品管问题 因为不同品质的肉品除了差价很大 维护高级肉品的新鲜度更是一大难题 很多超市的肉品经常一次性供货 很容易造成生鲜类食品不够新鲜 但Costco却能做到让餐厅都选择Costco成为进货商家 Costco还有一个核心的优势就是无条件退货政策 不过依照不同商品实际上还是有相对的条件限制 不然就会被利用各种漏洞谈小便宜 有趣的是台湾的退货率很低 大约只有2%左右 在全球处于较低的水平 这也是为什么Costco能够在台湾成功发展20年的原因 Costco独有的商业模式 是希望能与供应商和消费者产生共赢的观念 压低利润空间 让供应商能赚得开心 会员也买得开心 就能因此创造更大的销货额 做到真正的好货不贵 他们的逻辑是 尽可能降低一切的成本 剩下的费用要好好支付给供应商 员工 让他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 更好的商品 以及更稳定的关系 这就是Costco的价值原则 在投资的过程中 通常会去思考投资这间公司 能让我的资产增值多少 但真正稳健的投资者 往往会去综合思考 一家公司的稳定性 康风险能力 最后才是未来发展潜力有多大 Costco就是非常符合我们上述的这几样评判标准 而这也是为什么查理芒格愿意带这只股票进棺材啦 好以上就是这集的投资金股追内容 喜欢的话除了分享给其他人之外 也记得按赞才能够储存在播放清单内 第一次来到频道的新朋友 也赶快订阅频道并开启小铃铛 跟着我们一起学习投资相关知识吧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